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今天下午两点钟 台北地方法院将针对前第一家庭弊案 传唤吴淑珍出庭 而这距离他上一次开庭时昏倒 已经有超过两年的时间了 但是现在又传出 吴淑珍最近感冒 不过陈水扁办公室指出 他还是会由陈志忠来陪同出庭 前第一家庭所涉及的国务交费案 以及洗钱案 10号将再度开庭 传唤扁扫吴淑珍 只是吴淑珍自2006年12月 第一次开庭昏倒后 就再也没出庭过 幕僚真实虽然吴淑珍最近感冒了 但在陈志忠和随行护士陪同下 不会影响出庭 因为天气一变冷 那昨天有通电话 那他的那个气有比较弱一点 但是我想不会影响到明天的出庭 台北地院为了避免 吴淑珍在应讯时发生意外 也是先做好万全准备 除了法庭取消休假 并增加警力 维持开庭时的场外秩序 还加开第八法庭 放置台大医疗小组的设备 供吴淑珍每应讯30分钟及休息时 进行身体状况的检查 台大医院也已经同意了 有两位医生 还有两位护理师 在明天10号下午开庭 跟11号下午开庭的时候 都会到法案来自演 而吴淑珍即将出庭 却选在出庭前夕 透过律师在上周 向特征组递承报状 承报状的性质 多半数概括向院检 禀告事实内容 若要涉及认罪协商 还必须同时包刮 对起诉内容认罪 以及和检方讨论 愿意接受的刑度 才算符合 特征组强调 吴淑珍地状 与认罪协商不符 而承报中的内容 也只是就事实进行陈述 并没有涉及认罪 以及与检方商讨行度的程度 外传吴淑珍 可能在法庭上部分认罪 未来是否存在 认罪协商的空间 法官有最后的认定权利 吴淑珍届时 如果策略性认罪 检方表示将不排除 让吴淑珍执政陈水扁 继的台北综合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要告诉您 景气差 想要考个公务员 有个铁饭碗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要提醒您 未来参加考试 不仅要准备的科目变多 就算是考上了 连续两年的表现不好 还是会被淘汰的哦 从明年一月开始 公务员考试将要一律加考英文 而至于身心障碍者 铁公路港务人员 以及交通基层人员的考试 则是因为特殊的情形 所以暂时不会加考英文 看到这里 听障朋友们的压力会小一点 而虽然想要当正式公务员员 不太容易 不过考试院长表示 目前正在研拟相关的法规 聘雇人员的工作机会 将会慢慢的增加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学 公务员的手语要怎么比 我们可以照单字 比出公 物 圆 公是模仿字形 手动一动就是物 然后一个人往旁边 挖挖开就是员 另外我们也可以比成 政府 属下 工作 在政府 底下 工作的人 就是公务员 这样您学会了吗 继续来看看 今天五龙老师 要教我们什么国际手语 开口微笑 举手欢迎 2009听仗奥运 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五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哎五龙 台北听奥的志工 都很积极在学习手语 但是到底要怎么学好呢 哎 首先啊 一定要和龙人练习 再来也可以观摩 国际会议的 手语翻译影片哦 嗯 对 国际手语很注重 表情 还有肢体动作 这个啊 也是必须要和龙人 一起练习的主要原因 没错 听人和龙人多多相处 除了可以学好手语之外 也可以增进彼此的合作默契 对 那学习的国际手语 要怎么比呢 哦 就是将知识捉进脑中 这就是学习 哦 台湾手语 学习 国际手语的笔法 学习 学习 国际手语轻松笔 听着奥运就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